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进入 玻尿三鸭的舞蹈课堂 首先作为我自己的话 是想跟老师交到朋友的 作为师傅的话 想认识更多的小朋友 因为既然是这种缘分认识的话 就想认识更多舞蹈圈内的朋友 最害怕晚上不睡觉的小朋友 本来这个年龄段就很兴奋 进入训练营就会觉得好好玩 有很多新朋友 所以就很怕碰到那种晚上不睡觉 然后带着其他小朋友一起嗨 我最自信的地方就是 我比其他的师傅软一点 治小朋友的方法比较多 然后跟其他的师傅不是一个类型的 就可能有一套独特的治理方式 小朋友第一个最多展现的肯定是哭 那我治哭的方式是以哭治哭 然后第二个是对付女孩子的方式 就是有准备很多漂亮的小卡子 口红糖或者是一些很可爱的饼干 这样子就是一种形式上的诱惑 对 还有第三点就是装柔弱 只有在男孩子特别调皮的时候 我就会装柔弱 就是姐姐很难过 让他们手足无措 然后认识到自己是不是太吵了 师傅我要跳舞了 对付女孩子特别调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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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付女孩子特别调皮